行政院农委会补助玉溪地区农会 4月份开始办理的绿色照顾站 将农村的环境、植物、动物等自然元素 融入了健康照护 推出多元课程 促进在地高龄者健康学习 玉溪地区农会27号特别举办了 绿色照顾站接牌仪式 并且展示开课以来 长辈们的学习成果和作品 他们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绿色课程 让长辈们活到老、学到老、丰富人生 长辈们一起打饭、一起共食 这些桌上的美味佳肴 可都是家政妈妈 也就是长辈们所做出来的午餐 这些于西地区农会办理的 绿色照顾站接牌仪式活动 邀请了邻近的乡镇首长以及邻里长 长辈们共同见证这个历史上的一刻 行政院农委会补助玉溪地区农会 4月起开办绿色照顾站 将农村、环境、植物、动物等自然元素 融入健康照护 推出多元课程 促进在地高龄者健康学习 我们农会也可以 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多家政班的班员 有很多高龄的妈妈、姐妹 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有这个发想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特别针对我们农村的族朋友们 来给他们有一个活动共识 共同学习的这样的空间 跟这样的活动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做了这样的申请 农委会启动绿色照顾服务 在全国设立11个示范据点 配合长照2.0政策 结合农业、农与村环境以及自然元素 发展出绿色照顾的健康概念 预期地区农会目前服务20位的长者 每周一、三、五提供健康咨询、长者共餐 以及绿艺术、绿饮食、绿栽培等等创新课程 让高龄农民体验农业疗愈获得妥善照顾 记者高双双玉礼采访报道 다양한状hi 精度与谨